在拉萨的这段时间,发现很多藏族人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布达拉宫 刚开始的时候感觉这些人真有钱,每天花200元门票到布达拉宫去朝拜 最后才知道原来他们藏民去布达拉宫只收两元钱的门票 布达拉宫被藏民视为最神圣的地方 他们到布达拉宫跟我们游客去的目的不同 我们是去观光,他们是去拜佛 而且日复一日地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生的愿望 其实这些藏族同胞,除了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要买个两元的门票外 他们去其他寺庙都不用买门票 比如瑟拉寺,折蹦寺,大招寺等 以前听过一个穷游西藏的女生讲过 她在拉萨为了逃票,特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藏族姑娘 然后参观了拉萨的很多寺庙都没有买门票 我们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啊 在拉萨为什么这么多虔诚的信徒 日复一日到八阔街赚金 日复一日到大招寺朝圣 日复一日地到布达拉宫供奉 也许,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吧 江西德勒,我是卓马 我们是坐香港,澳门,台湾 以及海外华侨同胞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 欢迎联系卓马 我的微信号是418992 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atgmail.com